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一场强大的风暴 今天淹没了纽约的街道 导致全州超过5万5千人断电 纽约市区的通勤陷入混乱 气象局表示 截至今天上午 这一场阵风已经给纽约带来了 2到4英寸的降雨 时速高达55英里的强风席卷了该地区 州长霍处也提醒民众 千万不要过度自信 认为自己能够度过每一场风暴 当局发出这些警告 正是因为灾难可能会导致生命存在危险 目前布鲁克林和皇后区也发布了强风警报 长岛和新英格兰沿海地区的震风速度 可能高达每小时60英里 纽约警察局和消防人员正在随时待命 以防该市在今天晚些时候遭遇严重的洪水 根据梵蒂冈教会今天发布的一份文件 教宗方济各正式允许神父们祝福同性伴侣 这可能称得上是天主教会历史性的一步 新文件明确表示 教会仍将婚姻视为一男一女的神圣结合 然而现在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为同性伴侣提供祝福 只要他们是非理性的 并且不用做民事结合仪式 该文件宣称 对请求祝福的人进行详尽的道德分析 不应作为授予祝福的先决条件 今年也是方济各就任教宗的十周年 他为教会在包容LGBT方面带来了更大的变化 昨天教宗还庆祝了自己87岁的生日 他已经成为迄今为止最年长最开放的教宗之一 国防部长奥斯丁今天访问以色列与该国防长进行了会面 奥斯丁表示华盛顿以色列的支持不可动摇 但敦促乙军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平民 奥斯丁将哈马斯称之为一个狂热的恐怖组织 强调乙军的行为能够让他永远不能再从加萨袭击以色列 但目前为止由于以色列的猛烈炮火 已经有接近2万巴勒斯坦人死亡 尽管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和外交支持 但最近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态度变得更加尖锐 上周拜登也已经明确表示 以色列正在因其不分青红皂白的作法 而面临失去国际支持的风险 今年34岁的著名隐心乔纳森梅杰斯今天被陪审团裁定 对其前女友葛雷斯·贾巴黎实施了三级攻击罪和二级骚扰罪成立 或被判处一年的刑期 法官对其前女友发布了保护令 量刑将会定在明年的2月6日进行 贾巴黎在作证时说 他在梅杰斯的手机上发现了另一位女子发来的短信 两人发生争执时 梅杰斯对他扇了巴掌 并且打断了他的一根手指 梅杰斯则依旧否认所有指控 还辨称他实际上才是受害者 并且遭到了乔巴黎的抓伤 乔纳森·梅杰斯目前作为当红影星 将成为即将上映的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康王朝》中的主要反派 如今因为家暴官司 可能会导致电影的推迟或换交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公开